昨天隱匿足迹与职业的确诊者 最后被北市开罚16万元 最后定案这个金额的考量是什么 以及健身中心要对这名医师求偿 三天停业损失160万元 但却无法得知这名医师的身份 请问北市会愿意提供资讯给健身中心吗 台北市已经有将近5000多个确诊者 全国有1万多个确诊者 我想我们共同的敌人还是病毒 并不是我们的同胞 所以基于相关1万多人 包括台北市5000多人 我想政府都非常认真的在保护他们的隐私 没有一个人是愿意染疫的 就像万华也不想成为疫区 所以我们不可能提供任何个人隐私的资料给任何人 所以就这个部分 政府如果去做停业的要求 是政府基于公权力来做防疫的作为 那台湾是同岛隐秘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故意隐匿疫情 那这个案子为什么会被处罚 是因为他隐匿了他的身份跟他的足迹 但是他染疫 他去的任何场所的地方 他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他自己确诊 就这个部分传染病防治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 因为他给政府有很多的公权力去防堵疫情 但并不会让这些停业的地方 就产生一个所谓的请求权 不然这样子我们全国有一万多人 他们的足迹每个都被告的话 以后就不会有人愿意说出他的足迹了 这个是我们 我想这个从法的角度来说 从情理的角度来说 台湾人应该还是会互相包容 谢谢大家